什么是肝衰竭的人工肝支持治疗 人工肝支持治疗是 救治肝衰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那么它实际上是一个机器 这个机器的话就相当于它 其实它另外一个名字叫血浆致患 但是它还有一些很多模式 比如说胆红素吸附 还有呢血浆灌流 根据病人的病情来用 那么实际上它就是最根本的话 就是要通过一个大浆的血浆致患 把病人的有毒有害的 因为它肝脏不能处理 我们身体有毒有害的东西了 那么血液里面会积累很多的 比如说血氨啊 瘤啊 毒素啊 还有一些就是代谢的一些产物 这样的话我们通过换血的一个方法 就把那些有毒的东西清除出去 帮助我们的肝脏恢复 那么让肝脏的话 我们在人工肝剂器使用阶段的话 因为把那些毒素清除掉了以后的话 我们的肝脏就不需要工作 那么这个事情 它这段时间 包括人工肝剂器停掉的一段时间 我们的毒素水平都比较低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给肝脏一个比较充分的休息时间 那么它可以恢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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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